这边有几个重点 这边又走 这个能进去一次浴室 浴室走到底之后 这边左右边可以看到 这个墙壁上有个吊床的移构 吊床的一个缸构 以往这边有整排的 整排的隧道都是可以睡的一个房子 总长约115公尺的圆山坑道 位在原儿童娱乐中心所在的圆山山腹内 新建于日治时期 在国民政府来台后 为因应战后空房而扩建 在民国53到80年 国民政府仅被总署管辖期间 坑道内不只包含避难空间 更是台北市民房指挥部 和暂时圆山指挥所所在 这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坑道 在历史建筑上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2014年登陆台北市历史建筑 那它的坑道 大家从刚刚看到 一开始那一段是矩形的坑道 那推测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移构 那这边是半圆形的坑道 就是1950年后 国民政府做了一个第一次的扩建 那再来呢 这边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是可以抗拒暴政 那时候一个核子攻击的疑虑 所以是强化一个这样的一个防部设施 那它的其他战备的一些构建 包括双层的防爆门 跟这个Plus传递箱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边有双层的防爆门 那里面的人呢 那如果要跟外界去做联系的话 就透过这样一个铁箱 这个铁盒 可以去把这个文件从这边去内外去做地壮这样子 这一次原山坑道的开放 就是在14年跟17年我们祖父坑道 登基于历史建筑之后 终于在完成了整理之后对外开放 那希望这一次能够带给民众 透过周末的Open Taipei的场次 那参观原山坑道过去作为演习指挥所 还有这个民房的这个指挥所来做 更多的一个一窥一窥禁 那希望能够带给民众更多的不一样的感受 那坑道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一百多公尺 从战后建立到现在 其实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那虽然已经不再使用 我想透过这一次整理后的机会 就大家这个开放 那希望大家来观赏一下 这个坑道的一个秘境 那它跟其实大家印象中的 原山坑道的东西密道 是不一样的内容 大家容易搞混 我想透过这一次的坑道的一个开放 跟解说 能够带给大家那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原山的东西密道 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要去饭店里面 能够报名参观 那它的用途跟这个原山坑道 过去作为战备演习的 这个用途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意义上跟使用意义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来看的话 会发现它跟密道的内容 其实也大相径庭 密道应该是说 它过去在紧急发生状况的时候 做一些其他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通道 那这一次的坑道 我想它是作为在战争的使用 还有民防演习的使用的一个指挥所 所以它的意义跟内容都不太一样 那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厂试 就让大家理解 原山坑道跟原山密道 不一样的地方 原山坑道历史遗迹 具有三段不同时期的坑道设计 和独特功能 举行副坑道 类似山腰型防空豪设计 常见于山腰横向开挖的防空洞 主坑道整体位置叫附坑道 第165公分 且贯通到山坡的另一边 另外坑道内还可以探访 过往民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 以及广播人员的生活起居空间 那我这边这个展板呢 是介绍就是广播的设施 广播的机构在这边的前世今生 包括1959年的天气广播电台 到最后这个台北广播电台成立 以及台北广播电台签出 以及民防指挥部迁到红山的过往 台北广播电台最早一天是播音11.5个小时 再延长到18个小时跟24个小时播音 它早期算是一个开放民众可以去报考 培训很多中子广播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在1971年的时候 民防广播电台 牵到圆山中海大楼 就是现在台北广播电台最终大楼 它原本是圆山动物园的一个商场 可以卖场的 好那再来呢 在湾安演习在1978年的时候开始使用这个地方 好那再来是到湾安演习是1998年的时候 直到这个 随着民防指挥部迷到红山 就没有在使用这个地方 这里就开始闲置 比如闲置到现在 我们希望过去在这个坑道曾经服务过的人 能够提供我们很多故事的一个提供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坑道还有什么样 我们过去所复为的历史 那不管它有没有作为博物馆 它作为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意义是存在的 所以除了了解更多过去的历史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善用许多民间的力量 我们希望民众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因为我们算是观传局来做一个接管 但到了年底就会由文化局的文字科 这边来做个处理 所以它未来有许多再活化的计划 就得由文化局来做个负责 我们希望透过两个方向 一个是收集过去的许多故事 一个是希望能够收集更多民众的意见 让未来的再活化能够有更多的方向 限定本周末开放的参观活动 目前已经额满 只能现场等待候补 观传局表示 为推动圆山坑道景点活化 以进行坑道结构补墙 及接电工程修复作业 并左手撰写 圆山坑道修复再利用计划 希望透过策展创举 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为圆山坑道的未来另辟心机 记者离带会议台北报道